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434节 战场上出生入死都面不改色的人,现在一脸的苦笑,无聊的转着茶杯,一副苦逼的样子 知道他在装,云叶还是叹口气说,哎,如果果儿许配的人是其他的兄贵,我一定会一言不发 许给香城侯,我就只好多句嘴 表兄妹生下来的孩子,能好到哪里去啊,憨吼,我看呢,就是一个傻子了 这事情没完,告诉你啊,香城侯的儿子不是后天变傻的 先天上他就是一个傻子,老祖宗不许我们进亲成亲 你以为是随便说出的,就是因为容易出傻子才立下了这个规矩 果儿就算是嫁过去,将来万一有了孩子,告诉你,有五成的概率还是傻子 那怎么办呢,果儿总要嫁人的,现在这事都成了长安城的笑话了 狗子这个小王八蛋,躲在洛阳不回来,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呀 事情讲清楚就是了,给香城侯把前因后果说清楚 不要隐瞒,你知道熏贵间最在乎什么呀 果儿今年只有十六七岁,急什么呀 少年人互相爱慕,再正常不过了,这种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 说不定,这果儿明日就会喜欢上别人 许静宗有意给他的大儿子提亲 您看 那就让许静宗的儿子都接触一下果儿啊 万一成了,也是好事啊 身份虽然赶不上香城侯,但是那小子跟老子学的一肚子坏水 这可比香城侯的儿子强了一百倍啊 香城侯点点头,事实上呢,只要是书院子弟,他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身为独道官,学院学上什么前途他很清楚 现在这里的孩子都是一个德行 除了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看什么都不顺眼 只要今年的行万里路结束后,就会迎来朝廷的大考 这些学生,对于鸡弥州的兴趣不是一般的大呀 越是聪明厉害的学生,选择的地方的环境就越是复杂 改土归流的意见,就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 圣人不是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吗 自己去鸡弥州才是用武之力啊 能把鸡弥州变成和内地一样的州府 功劳堪比军功啊 约后,书院的高年级学生就要出发 您不去送送啊 今年的第一名王玄策准备去吐蕃 想去看看那个兴盛的国家 他执着的认为,那个国家将会成为我大唐的心腹之患 需要早早做好防备 他要先去看看,回来之后就会制定出对策 化解这个潜在的危险 15岁的孩子去什么吐蕃呀 现在吐蕃的使节就在长安 听说准备向陛下替他们的赞谱求亲 也不知道陛下会不会答应 那个该死的地方危机四伏 就算是不杀他 气候环境也会杀了他 等过几年,长大了些再去 云叶对于王玄策寄予了厚望 有胆有识,杀法果断 就是自傲了一些 不把棱角磨掉,一定会捅大娄子 这是一个能立功也能闯祸的家伙 云猴,他们的计划制定的非常详细 我看过了,没什么问题 再说了,好苗子就要放出去见识见识 活着就该有用 死了活该倒霉 欲不拙不成器呀 云叶把手里书放下 看了红尘一会儿,慢慢说 你以为他是你以前带的大头兵 百十个人头里边出现一个成才的 就算是成功了 这里是书院 这里的孩子个个都是千里挑一的好人才 琢磨人才没错 那也要循序渐进 你把一块小石头填进墨眼里 那不叫琢磨 他娘的那是在谋杀 朝廷书院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和代价 就是让你往墨眼里搜的 今年的万里游不许出关 我向陛下请示过旨意了 他们会成为各个县里的第二主部 先把关中的民情了解清楚再说吧 激宿州 不在草原就在戈壁 要么就在野人出没的地方 没经验 凭着傻大胆就能建功立业 你去告诉他们 想要出关的会被书院开除 红城就不适合担任督导官 他的智慧过于低下 经常被书院的那些小王八蛋 怂恿着当枪使 你是先生 怎么能比学生还要激进呢 少年人脑子发热很正常 你一个中年人怎么也不懂事啊 人家说两句慷慨激扬的话 学生还没动静呢 他自己就已经热血沸腾的厉害 恨不得现在就把李家王岐 插遍马蹄能踏到的地方 果然最近往云家跑得很勤快 一天两三趟了 后来干脆就住在云家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买通星月的 和大家住在一个小楼里 整天在天魔机的院子里出没 云家成年男人呢 就云夜一个 还是果儿的长辈 对于闺女在云家夜不归宿的问题 红成两口子似乎是视而不见 还派了管家把香农送了过来 这是要做常住的打算呢 夫人啊 你现在身材正好 不胖不瘦 猪圆玉润的招人喜欢 抱在怀里很舒服 干嘛非要和自己过不去啊 腌的酸乳笋 整天吃个不停 把胃伤了可就不好了 你看看安兰就很乖 一顿饭吃两大碗 还不是很漂亮 用不着给自己找最瘦啊 乖啊 这块大排骨赶紧吃掉 你都看了三遍了 酸乳笋不要吃了 给我 正好啊 我开个胃 星月看着碗里那块红亮的排骨 看了好一阵子 夹起来想吃 看到桌子对面上 果然忧怨失望的目光 咬着牙又把排骨放进了小鸭的饭碗里 低下头继续把竹笋咬得咯吱咯吱的 李安兰炫耀一般的夹起了好大一块骨头 啃完了外面的肉 拿着筷子细细的捅里面的骨髓 给李荣喂了一口 云宝宝喂一口 三个人都吃着一脸油腻 受不了滚打夯一样的跳绳 也受不了星月在床上一起一卧的做仰卧解作 原来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后世才有的 谁知道在大唐早就有了 动作花样啊 比后世多得多了 东阳河下游有一截 因而河段严禁男人进入 云宝宝这样的也在尽职之列 为了部杖子 还有五大三粗的婆婆守卫 打制了一个漂亮银子面具的天魔机 只要是有云彩的半阴不扬的日子 就会带着一大群女人去游水 刚开始云业并不在意 在上游游水的时候 谁会喜欢带着婆娘啊 脖子上绑着两个猪尿泡 游水的光屁股的儿子 就足以让他幸福满满 直到有一天 居然有女兵开始警戒这两边的山顶 才知道李承前的老婆苏氏 侯氏也跑过来游水了 李太的老婆严氏呢 也带着小妾过来了 再这么下去 离长孙来游水的日子 那就不远了 关中的鼠热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所有人都在等候皇帝 皇后去九成宫避鼠 自己呢 也好放个大架 谁知道他们躲在皇宫里哪都不去 皇帝非常勤快的在上朝李氏 三千亿小朝 十日一大朝的规矩从未破过 李靖请了病假 程咬心 牛进达也告了假 秦琼一般没事呢 就不上朝 虽说这历史上 这位老帅在贞观九年就会病逝 现在看起来 除了身子还是有些孱弱之外 看不到一点嫁喝西区的征兆 喜欢吃排骨 喜欢吃肉丸子 最喜欢吃牛肉 胃口一点都不差 红夫女被程夫人 牛夫人拽走了 秦夫人不放心老秦 结果呢 还是被云叶给劝走了 到了玉山 男人找男人的乐子 女人找女人的乐子 这是规矩 李靖挽起裤腿 站在潜水里 手里拿着一把绑着绳子的钢叉 上面带着稻刺 这是专门用来叉鱼的 手一抖 叉子就飞了出去 等他拽着绳子 把叉子拖回来的时候 叉子上就挂着一尾鲤鱼 他好像一点都不避讳 三两下就把鱼收拾干净 叉在树枝子上 放在火堆边上烤 程咬金欢喜的往上撒调料 牛进达则在戏弄两个光屁股娃娃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灯火堆边上围满了鱼 李靖把鱼叉架在高处 看着不断翻烤着鱼的云叶说 小子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高丽使节进京必见了 他们向皇帝陛下 他哭诉了你在高丽的暴行 最严重的是 你居然肆意苛扣高丽贵族 把一个射雕手的胳膊砍掉 掠夺了高丽王的宠妃 可谓是胆大包天 高丽使节在万民宫哭诉的声泪俱下 高丽富士当场煞雪盟事 要与你一较高下 小子 别的事我都清楚 就是你把射雕手的胳膊砍掉 掠夺了高丽王妃这两件事情 做得非常过分 虽然陛下没有表态 看样子是在等你上殿解释 明日早朝我们一起去吧 杀人没什么 主要是高丽王妃的事情 你要说清楚 这牵扯到王权的尊严 陛下也不会喜欢有这种事情发生啊 听了李静的话 云也只是笑笑 不动声色 继续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喂鱼翅 孩子还小 需要把鱼翅挑干净 要不然呢 会卡在喉咙上 李静没事干就不会登门 这次也一样 高丽使节进京的消息 云也知道的比他清楚 高丽使节到了卓州 减肥完毕的 何少呢 就已经派了快马 向云也禀报过 如果云也担心有麻烦 高丽使节 再来长安的路上 早就被杀得干干净净了 任雄受命留在卓州 就是云也为了给船运航一点 武力保护的 如果有必要 任雄再当当响马 也不是不可以 高丽人从踏上大唐的领土 就出现在云业严密的揭示之下 包括盖苏文治病 现在盖苏文和历史上野心勃勃的盖苏文 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骄傲 却对高丽民族忠心耿耿 对高丽王高建武呢 也是没怀二心 这怎么行啊 当初不杀他 就是在等他造反呢 现在这家伙 不好好留在高丽准备造反了 居然跑过来当使节 难道爱情的魔力 会大到这种地步 小子 你这是在犯众怒啊 毁掉一个射雕手 掠夺一个王妃 已经超出一般战场的规矩了 如果这次你应对的不好 会是大亏的 李静看着云聂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有点生气了 声音不由得大了好多 吓得两个孩子 直往爹爹怀里钻 你小声些 吓着孩子了 这种小事 也值得您忧心啊 一个射雕手 有什么了不起的 既然敢伤了我的属下 没把头砍掉 已经算是留守了 至于高丽王妃 鬼才知道 她是高丽王妃 现在挺着大肚子 在云界养胎 谁喜欢就拿走 算的一个事情吗 一番话说得 李静浑身发抖 颤声问 你居然玷污了高丽王妃 你想多了 云界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家 我如果想找漂亮的女人 很容易 干嘛要抢一个女人回来呀 那个女人 我抓住的时候 恐怕就有咋了 我好心好意的 留她在家里安胎 这也做错了 当初我就告诉你们说 我去高丽 一定会捅出楼子来 你们不信 那我有什么办法 不过朝堂上 有老帅们替我挡灾 我操什么心呢 老秦叹了口气说 哎 云叶呀 这件事情 你还是做好准备 比较好啊 自古皇权 不容亵渎 这几乎是一个共识啊 尤其在帝王间 这种约定 几乎是心口相传 虽然未曾录入文字 它确确实实的存在啊 对帝王 没有多少约束力 对我们这些臣子 这是雷池 绝不能跃一步啊 云叶笑着 对老秦说 秦莫巴 您实在是多虑了 今天呢 是个好日子 多喝一些葡萄酿才是 莫要被不相干的事情 缴了酒性啊 李静忽然间好像想开了 拿一条鱼开始吃 还不住的夸奖老成的手艺好 对于朝廷上的事情 闭口不提 老成冲着老牛挤挤眼 会心的大笑两声 继续喝酒 等到女人们玩得尽兴归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偏西了 李静把红夫女扶上了马车的时候 回头对云叶说 小子 明日老夫装傻 一言不发 看你如何应对 说完坐上马车 一溜烟的就回了长安 长咬金牛进达 拉着秦琼大笑着 就去了长家的别墅 准备接着喝酒 云叶怀里抱着儿子 跨上望财的脊背 逛逛悠悠的往家赶 星月李安兰不断的提醒 小心孩子 听了这话就来气 自己玩了一整天 现在想起孩子了 拍拍望财的脖子 会议的望财 叫了一嗓子 小跑着 超越了马车 把马车远远的甩在后面 公书木对于改造之后的黑齿肠 非常的满意 这就是一个恐怖的杀人戾气 断了半截胳膊的黑齿肠 如今就是远程攻击的堡垒 全身上下都是幽黑的铁甲 左臂上被公书木 安上了半截铁制的甲手 甲手上放着一张 带着滑轮的强弓 或许是射箭这种事情 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里 右手随意的拉一次弓弦 就会有一只黑色的箭制 带着风声 一只接着一只的 钉在不远处的靶子上 公书木拴在柳枝上的铜钱 也被他一枚枚的射下来 百步穿扬的本事 没有半点的退化 他手上的那张弓 才是书院心血的结晶 同样的是五弹强弓 拉弓所用的力道减少了一半 原来黑齿肠最大的能力呢 就是开十一次满弓 事后两只胳膊就会像废了一般 需要僵养三个月 才能继续拉弓 现在不必了 他能轻易的拉开五十次 而且呢 不需要修养 开弓的力道减少了一半 就让黑齿肠的能力 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黑齿肠啊 看到了吧 我们的身体是如此的孱弱 在机关的面前 脆弱的身体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丢失一条胳膊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你毕生的心愿都在射箭一图上 既然当初为了拜师学艺 可以抛家舍业 现在为了能把能力提高到极限 舍几条手臂 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吧 如今你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高手 墨盒 突厥 吐蕃 雪岩坨 高丽的射雕手 都要沉浮于你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公书墨坐在椅子上 得意的对黑齿肠炫耀 机关之术的伟大 黑齿肠 把最后一支剑 定在了靶上之后 转过身来 忽然张着弓 瞄准了大门 云雁挠着下巴 从大门后走了出来 看着黑齿肠说 你没有剑 拿着一把弓对着我做什么 我又不是什么惊弓之鸟 还吓不死 嘣的一声 黑齿肠松开了弓旋 一阵进风 从云叶的耳边夺过 一枚石子打在砖墙上 炸了开来 几粒碎渣 击打在袖子上 胳膊被打得生疼 无礼 黑齿肠脖子上的铁链子 顿时就被拉紧了 他恶狠狠的看着云雁 垫着脚 想要缓解窒息的痛苦 刘进宝大步上前 带着铁环的拳头 就重重的轰击在 黑齿肠的胸腹上 这家伙自从被安上专门 用来射箭的假逼之后 又变得野性难逊 不行啊 黑齿肠 你是我准备送给陛下的剑奴 这样野性难逊 可不行啊 你必须学会什么叫服从 作为战俘 你没有傲气的资格 你该想想怎么活下去才是啊 我能给你这副假币 那么我也能夺走 你的勇气和骄傲 就寄托在这张弓上 你看 如果我拿走 你还是少了个胳膊的废物 所以说 我对你有再生之德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安人呢 云叶每说一句话 刘进宝就在他的肚子上打上一拳 最后松开了铁链子 黑齿肠就摔倒在地上 两个家匠走上来 解开固定假币的牛皮袋子 从他剩下的半截胳膊上抽走了假币 黑齿肠拼命的用另外一只手抓着假手 不让他们拿走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